人家的黨團在記者會的時候 那你沒事來到現場 那不是在踢館 在挑釁嗎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已經花太多時間 在無謂的政治爭鬥 結果我們社會上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所以我希望這樣子的爭鬥 這些鬥性很強的在野黨立委 我希望他們把這個注意力 精力 那留到你在各自的委員會去發揮 去監督這些政府單位才對 不要一天到晚沒事找事 那如果是要吵架 乾脆大家約定一個時間 那在立法院中庭訂個擂台 這樣可以了嗎 訂個擂台立法院中庭那麼大 那大家生死這樣牽了上去 乾脆就挑明了 是不是 否則在做那種無謂的爭鬥 只是浪費社會的資源 只是更讓民眾瞧不起 所以我是希望說到此為止 適可而止 在野黨你們做你們該做的監督工作 那執政黨本身要來執政 本來就有很多重大的問題要解決了 再朝在野大家一起努力 那對我而言我是執政黨的立委 我本來就應該配合執政黨的政策 但是我再一次強調 政黨只是手段 我七分配合至少我也要有三分的監督 所以我現在發揮三分 那我也希望我對我們執政黨的政府 五個字恨鐵不成鋼 我希望各部會 我們政府單位 那這個能夠負起責任來 每天做事 每天也都要檢討 今天比昨天進步 明天比今天進步 這樣我們社會才會蒸蒸日上 大家拋棄政治上的這種鬥性 不要再這個樣子 共同為國家來解決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是昨天是你地方把法院的判決出爐了 關於就是之前何之為告一 是說這個三百萬派賠 那現在是免判賠 但是可以上升 那你看 我希望說何之為現在也跪為我們總統府副秘書長後 我希望這個事情就到此為止 那也不需要再什麼上訴了嗎 那這個事情 法院已經做出很明確的判決 那從過去初選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大選也都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過往的就讓他過去吧 那這個我相信以他現在的身份地位 我相信他應該就會打住 這個事情應該就到此為止 對 到此為止 會覺得成願挑選嗎 就是法官自由判決 這一次判決我是覺得真的讓我感到很欣慰啦 因為這一年多我一直被這件事情纏住 那一陣子一陣子就去開庭 這確實是影響心情 尤其那時候初選過以後 要面對的是大選 那在大選過程我也去開了幾次庭 那我認為說 這實在是不必要 很無謂的一些紛爭 那我不曉得說會演變到說是要訴訟要官司 而且這件事情我最難過的是 我對我的好朋友莊瑞雄委員 我也造成困擾 因為他當時就是為了來幫助我 所以他就講了一些話 那去激怒到對方 所以我也莊委員很無辜啦 他的選區是在屏東 他每天要坐車勞頓 又要在國會這邊問政 又要趕回他的選區去服務 本來就夠忙了 結果為了 只是為了來幫我站台 扶選就惹上這一身官司 我一直對他很愧疚 我一直本來想說 如果他被判別 那我真的不曉得該如何自處 結果沒想到他跟我都獲得法官無罪判決 所以這是我昨天高興的一整個下午 謝謝 想要問一下委員怎麼看說 今天就是這個最新的排行榜出來 你是最有力監督行政團隊的委員 我很感謝民眾在這個票選的時候支持我 我很意外啦 但是我確實是很盡力在執行我立委份內的工作 因為我一向認為說 對於所有政府的體系 各單位各局處 我認為你很兇悍的質詢 都不一定能達到效果的 更何況如果你只是不痛不癢的 像蚊子叮他一樣 那這效果就不大 因為這幾十年下來 我們政府 各個體系部會都很龐大 所以你在簡短的這個質詢 尋答當中就必須達到效果 所以當然你就必須要很強悍 你覺得在質詢上面有什麼心格嗎 我認為政黨只是手段 目的是要為社會服務 為人民服務 我固然是我們黨我們是執政黨 我即便七成配合執政黨的政策 那至少也要有三分的監督 七分的配合也要有三分的監督 所以現在對我而言 我只拿出三分來監督 我們現在的執政政府 但是這三分我相信就夠 他們好好去警惕 去改進了 那委員怎麼看說 因為最近國民黨的立委 包含像是徐曉星 翁曉明 以及像是陳玉珍 他們其實都是滿佔據媒體版面的 但是他們的最高好感度排名 只有第八名的徐曉星 其他兩位都沒有上邦 其實他們都很認真 很努力 我們來自不同政黨 不同選區的立委 那站在不同的角度 一起來監督我們的政府 來側近政府的努力 這個都是好的 大家不同的方向嘛 但我個人的看法是覺得說 我們不一定要博得聲量啦 因為聲量有好有壞 而且如果說只是為了聲量 很可能你很多事情的準備 時間上會不夠 精神上也會不夠 所以我認為要很專心在你監督的這些議題 部門上面你必須要做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只管我自己該監督的部分 那其他立委的表現 我只能說他我們113位立委都很認真 他們站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觀點 大家一起在努力當中 那所以我很意外 我很意外說民眾們有看到我的一些努力 那想問一下委員怎麼看說徐曉星他今天到這個民進黨團的記者會外面站了整場 然後還嗆聲這些黨團幹部說他們不走過來 但是其實他自己是擋住了這個門 然後他嗆這些幹部說是不是他心虛 那你覺得他今天有些人覺得他言太大了 你怎麼看 我是希望說大家互相尊重啦 徐曉星委員固然他有他的一些觀點 但是不是說你講的就是對的嘛 大家要彼此互相這個學習包容嘛 那尤其是當人家的黨團在記者會的時候 那你沒事來到現場 那不是在提款 在挑釁嗎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已經花太多時間在無謂的政治爭鬥 結果我們社會上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啊 現在人民會越來越對政治 對立法院冷漠 原因就是這樣啊 因為你一天到晚都在政治爭鬥 這就不對嘛 所以始作勇者是誰就應該被監督被批評嘛 人家黨團在記者會 宣布他們要講的事情 那你其他黨你就大家互相尊重 你來提款 你來挑釁 那這一定是大家一定吵架的嘛 那明知道這樣子的結果還要來 這不是沒事找事嗎 那我們還有太多事情 從國家的經濟 財政 交通建設 教育等等 我們國家還有太多問題 需要我們113位立委 跟全體的公務員 官員們 大家一起來切磋努力 如果我們一天到晚花時間 在不同政黨的爭鬥上面 那只是讓既得利益者得到好處而已嘛 我們社會上有太多需要去鞭策 去處理的事情啊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這對嗎 永遠都是認真的深斗小民 每天在認真的工作 然後在我們現階段的社會裡面 稅制的不公平 他獲得貸款的不公平 他工作機會的不公平 這些是需要去改革的地方嘛 那怎麼還會有時間去互相政黨的爭鬥呢 如果大家共同是要為社會好 自然就會理出一條道路 說大家是相同的 大家應該在這一些路上面 一起來努力才對 所以我希望這樣子的爭鬥 這些鬥性很強的在野黨立委 我希望他們把這個注意力 精力 那留到你在各自的委員會去發揮 去監督這些政府單位才對 不要一天到晚沒事找事 那如果是要吵架 乾脆大家約定一個時間 那在立法院中庭定個擂台 這樣可以了嗎 定個擂台 立法院中庭那麼大 那大家生死這樣牽了上去 乾脆就挑明了 是不是 否則在做那種無謂的爭鬥 只是浪費社會的資源 只是更讓民眾瞧不起 所以我是希望說到此為止 適可而止 在野黨你們做你們該做的監督工作 那執政黨本身要來執政 本來就有很多重大的問題要解決了 再朝在野 大家一起努力 那對我而言 我是執政黨的立委 我本來就應該配合執政黨的政策 但是我再一次強調 政黨只是手段 我七分配合 至少我也要有三分的監督 所以我現在發揮三分 那我也希望 我對我們執政黨的政府 五個字 恨鐵不成鋼 我希望各部會 我們政府單位 那這個能夠負起責任來 每天做事 每天也都要檢討 今天比昨天進步 明天比今天進步 這樣我們社會才會蒸蒸日上 大家拋棄政治上的這種鬥性 不要再這個樣子 共同為國家來解決問題 台灣價值是一點一滴 人民共識來形成的 我們不要去灼傷了台灣價值 我們有很多政策作為 是灼傷我們社會 台灣價值的公平性 比方說 我們讓這些海歸的學生們 藉由家庭的優勢 財力 經濟 地位的優勢 那他們等於掠奪了我們本國青年們的教育權 未來的工作權 好多我類似 我舉不完這樣子的事情 每天在發生 那這些都需要我們立法委員 站在第一線 我們很認真地去思考 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照說是不分黨派 大家應該一起去解決的 所以 謝謝 那委員怎麼看說 柯文哲那天來用希特勒來形容賴清德 說他是瘋狂的領導者 柯文哲一向是語不驚人 死不休 他會用這個名詞 我不意外 但是我是希望說能夠謹慎 因為畢竟賴總統上任才一個月 那他有很多報復 施政藍圖 都慢慢一步一步在發揮當中 那我希望說柯文哲能夠就事論事 柯文哲你要批評可以 不是不能批評 但是用詞譴置 我希望說不要拿這個大家 有共同忌諱的名詞 不要隨便來濫用 這個全人類的共識 就對希特勒三個字 就不願意再提起 那所以我希望不要用這樣過激的名詞 他批評賴總統當然可以啊 任何人都有權力 有資格批評 那名詞要用到剛好 恰到好處 恰如其分 那這樣過度的名詞 我覺得不但修辱了國家的援手 我想這也會修辱他自己 我希望說名詞要慎用 我也想問一下 就是昨天市民地方法院的判決出爐了 關於就是之前何志偉告 你是說三百萬派賠 那現在是免判賠 但是可以上訴 那你怎麼看 我希望說 何志偉現在也貴為我們總統府副秘書長 我希望這個事情就到此為止 那也不需要再什麼上訴了嘛 那這個事情 法院已經做出很明確的判決 那從過去初選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大選也都結束了 所以我覺得過往的就讓他過去吧 那這個 我相信以他現在的身分地位 我相信他應該就會打住 這個事情應該就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會覺得懲戀挑選嗎 就是法官是有判決的 這一次的判決我是覺得真的讓他去過 讓我感到很欣慰 因為這一年多 我一直被這件事情纏住 那一陣子一陣子就去開庭 這確實是影響心情 尤其那時候初選過以後 要面對的是大選 那在大選過程我也去開了幾次庭 那我認為說這實在是不必要 很無謂的一些紛爭 那我不曉得說會演變到說是要訴訟要官司 而且這件事情我最難過的是 我對我的好朋友莊瑞雄委員 我也造成困擾 因為他當時就是為了來幫助我 所以他就講了一些話 去激怒到對方 所以我也 莊委員很無辜 他的選區是在屏東 他每天要坐車勞頓 又要在國會這邊問政 又要趕回他的選區去服務 本來就夠忙了 結果為了 只是為了來幫我站台 扶選 就惹上這一身官司 我一直對他很愧疚 我一直本來想說 如果他被判別 那我真的不曉得該如何自處 結果沒想到他跟我都獲得法官無罪判決 所以這是我昨天高興的一整個下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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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